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是主办已经进入了第十届 那我们因为资源有限 所以我们是两年半一届 所以你可以想象 所以二十年 对 比你想象的更久 原来是这样两年半一届 没错没错 所以当初在2004年 推出第一届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非常新的做法 那当然会推出这样的节目 顾名思义 因为公式最重要的就是 希望带给观众优质的内容 那我们在儿童节目这一块 其实我们当然有做很多国内的儿童节目 但当然数量上或主题上都不够多 我们希望可以给大家更多更宽广的 一些想象也好 思维也好 然后可以带进各国不同文化主题的内容 所以那时候就策办了这个儿童营展 对 然后在2004年 推出第一届之后 非常非常 回响非常的大 大家都很开心 有机会每年 不是每年对不起 每两年 每隔年 没错 可以有机会 所以后来就是 因为推出之后 然后回响很大 然后也成为了大家的一个期待 没错 所以你们就持续的推动 我们就尽量 尽管在 就是你知道资源并没有增加 但是 二十年来 十届以来 就我们还是努力的 希望能够维持 就是每两年 可以有机会 带进一个丰富的 而有影像的内容 献给台湾的观众 它主要是这样的状况 好 其实我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也跟大家讲 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 很多也是这个家庭嘛 那事实上其实 所谓的这个 台湾国际儿童 献上影展 其实它就是很 适合 就是全家 一起来观看 然后讨论 甚至于有教育 甚至于彼此分享 的一个 所以 所以其实你们会在 这个主题上面 其实你们也会挑选 各式各样不同的议题 对 对吧 对 儿童影展其实有一个 非常大的特色 所以它会挑选 各式各样不同 适合亲子共赏的议题 然后也作为大家 看完片以后 可以讨论的一些素材 或者是 大家可以注意到 儿影举办的时间 其实是在儿童节前后 通常我们都是在 通常都在这个时候 儿童节假期的前后 这段时间举办 那今年当然因为特例 它变成线上 所以它的时间 稍微长一点 那通常影展在儿童节前后 举办的一个很大的目的 就是大家可以在儿童节 假期带着孩子到戏院 一起来看这些 适合孩子观赏的影片 那所以我们会有很多 实体播映的场次 然后也会在现场 有很多包括应后座谈 请一些专家或老师 或者是一些 跟影片相关主题的人物 到现场跟孩子 做各种生动的互动 OK 好 所以这次呢 就是除了大家可以 实际的进戏院 然后呢又有就是呢 主要的人可以对谈 这是在过去嘛 对不对 但其实这一次 我们主要是要告诉大家 就是其实它是在 公式plus线上登场 对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就是 因为在规划的阶段 我们也没办法 就是规划实体 但是所以我们就决定 把整个影展就转到线上 就是跟上一届的情况 是一样的 对 但是其实今年下半年 看起来应该是 有机会做实体的场次了 所以我们后续 希望大家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 疫苗注射 还有就是说 国际整个的 看起来活药跟开放的情况 对对对是有机会 好希望下半年度 也许呢就真的可以 就是有实体大道信念去 但是现在呢 我们要告诉大家 就是呢 3月14到4月18 请大家呢 你可以去注册公式plus 好这个影音平台 其实是可以免费观赏的 那我们要请这个 经理 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比较特别的议题 嗯哼 好不好 对好 就是你觉得那个主题很有意思 然后呢 介绍给大家 呃就是大家可以参考 不要错过的 OK好 那个每一届影展呢 我们为了方便观众理解 或者是为了跟观众有个对话 我们会有一个特别主题的设计 这样子 对 那今年影展的主题叫做未来旋转门 那为什么叫未来旋转门呢 对就是因为 其实这两年大家也知道 疫情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 当然 对然后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 很多以前我们没有想过 哎我的人生需要 比如说需要每天戴着口罩之类的 对真的啊 可能是过去不需要的事情 对 我对于戴口罩我真的还蛮哭腰的 居然都出现了对不对 对但我们也不得不面对它 或者是接受它 就是得保守 保守自己也尊重别人 所以我们希望孩子 透过这个观影的过程 能够去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对 它可能是充满了想象 充满了转机 充满了各种可能性 但是所以旋转门的概念就是 哎你穿过了旋转门之后 会出来的时候看到的世界 可能是一个跟你想象完全不同的世界 或者可能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变数 各种可能性 各种机会的世界 那对 所以这是今年主题 也就是希望带着大家去针对未来 多做一些想象跟思考 那针对今年的主题呢 我们其实一方面第十届嘛 算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 我们也特别委制了一部影片 叫做一百年后你好吗 我好吗 就是一百年后的我 对 就是希望孩子可以对一个比较长远的未来 做一些想象跟思考 那这是一部动画片 所以它有很多这个视觉上的变化 对然后里面运用了一些比较古老的素材 也就是孩子可以在影片当中看到 比如说七八十年前或一百年前的台湾有一些生活的场景 比如说小孩子怎么样在学校吃营养午餐 对然后陶显透过动画的方式去串联 现在孩子的访谈 串联孩子对于过去的也许是想象 因为孩子没有看过过去的场景 然后他们对未来的想法是什么呢 然后有一些这种很有趣的对话 我们就把这些对话转化成影片 然后转化成视觉在影片当中呈现出来 所以是一部很有趣的短片 这部短片也会放在这个儿童遗传的频道里面 对大家可以一起去观赏 很有意思就是说一百年以后是什么样的情况 然后其实往前推 原来一百年前人家是这样 就是那个时候应该也没有所谓的营养午餐这四个字 真的对不对 根本没有 因为那个时候都是都是就是爸爸妈妈就是带饭和送便当 但他们对的 但是还有在学校一起吃午餐 对对对 或者一起吃午餐 所以其实我觉得可以把就是小朋友的这个视野跟他们的想象拉大 同时呢当然了因为看了这个呢 事实上的家长可以参与 就是大家可以来做一个讨论 家长那个年代原来其实是怎么样子的 对啊 也可以跟孩子分享一些经验 那小朋友我们都知道小朋友想象力远超过大人 因为他们的是一张白纸 我们大人因为整个的这个社会规范 文化教导 后来都限制住了我们的想象力 所以其实反而有的时候我们大人 其实我都觉得我们应该跟小孩学习他们的创意无限 所以呢尽量让小孩去发挥 对 所以透过这个像这样子的一个线上影展呢 其实就很好让大家有一个沟通互动的频道 对那我当然也鼓励大家透过这个观影过程 对未来有多一点的想象 然后扩大包容力 也扩大你对对生活的接受度 太好了 Are you ready 一起打开娱乐生活流行画夹子 一同开麦啦 今天呢一同开麦啦呢跟大家介绍的是2022台湾国际儿童影展 特别呢这次呢已经到了第十届 也就是刚刚呢经理所介绍 其实也已经迈入了20年 那这次的线上影展呢3月14号到4月18连续5周在公事plus线上登场 那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就是国际部的经理郭婉玲来跟大家介绍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他既然是一个线上的影展 当然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暂时没有办法到实体的剧院去 不过也因为是线上影展呢 当然内容是一样是很丰富 不过你们也还是有线上影展之后的一个对谈 配合线上影展虽然没有办法在现场做所谓的应后座谈 但是我们也是安排了非常丰富的直播 以直播的方式来进行 对相关的应后座谈或者是其实这个礼拜五两天后我们就有选片指南 也就是这么多影片你想先看哪一部啊 所以有一个选片指南让大家可以就是有一个reference 就是这个礼拜五就可以了 你可以注意这个线上呢 当然直播之后也会放在线上 所以非常方便大家收看 然后透过这个选片指南 你就可以先选你想看的影片 免得错过了你想看的片子 毕竟影展的时间是有限 就是前后就只有五周的时间 对而且这次是免费的 所以大家只要注册你们公事plus就可以数 而且是非常方便 在戏院的话你还要买票进场 还有名额的限制之类的 在线上呢就非常方便大家收看 不管你在哪里 只要直接注册都可以免费收看 是 所以呢 这个爸爸妈妈 有听到的 或是年轻人 就是说anyway 或是也不一定是年轻人 中老年人 任何人 你对于其实呢 所谓的这种儿童的这个影展 就是我觉得你可能对于教育 你对于儿童 你对于自己其实都很感兴趣的 都欢迎你你可以免费的赶快 在公司plus做一个注册 那你就可以注册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呢 挑选 而且在里面刚刚这个经理讲 他还有这个提前的一个介绍 好的影片 然后呢当然呢 也有这个之后的一个直播的 座谈的分享等等 其实我觉得这真的很好 那我想请叫郭经理 你自己有什么特别喜爱的口袋名单影片吗 当然有 我可以顺便介绍一下 其实儿童影展分成两大部分了 一个部分是有国际竞赛的 也就是我们是对全球争鉴 所有全球导演 是有评比的啊 对对对对 是有竞赛的部分的 对 所以这也是我们一个很好的选片的标准嘛 是 评审觉得好的 一定就是有它的道理 当然是 对 所以我要跟大家 而且是投稿是来自世界各地 没错 它是因为我们在线上争鉴 它是今年我们有72个国家 哇 721部片 哇 对 非常惊人吧 非常踊跃 是 太好了 真的要消化这些片子 就花了相当大的功夫 对 所以脱影而出的不得了 没错 真的真的老实说 我们真的经过了各种考量 对 包括它的可看性啦 技术什么品质等等各方面 对 所以在竞赛单元呢 我们分成五个竞赛单元 包括最佳剧情长片短片 然后动画短片长片 是 分类嘛 分类 对 另外最后一个项目 就是电视节目 因为公式最擅长 就是电视节目 所以我们保留这个特色 开辟了电视节目的单元 那在这几个项目里面 我们这两天已经公布了 所谓竞赛得奖的名单 是 对 那其中得到最佳剧情长片的 这部片叫做 我家藏者林布兰 对 就是一部非常非常有趣的片子 那我可以先小小的透露一下 就是所有的 林布兰听起来好熟悉 他是谁 就是那个艺术家 哈哈 哈哈 幸好我的记忆 大家想的那个艺术家 没错 就是他 就是他 艺术家林布兰 对 最有名的艺术家 那为什么我家里会藏着林布兰呢 大家如果看了影片 当然就知道了 对 我就先卖个关子 但是我可以先巧巧的透露 告诉大家 就是 在评审的过程当中 有的片子 你知道每个人喜好的不同 当然 因为其实 艺术坦白说 有的时候他也很主观 对 特别对创作者来说 他想要传达的 所以评审对于不同的片子 通常会有不同的意见 当然 A喜欢的 B不见得喜欢 但这部片是非常少数 大家一致公认 都给他最高分的 对 所以我相信你看了 一定不会失望 对 就大家都非常喜爱的一部片 我家藏着林布兰 好期待 看他们是怎么 又兼具娱乐 又兼具 颜知有物 他讲了很多小女孩的 一些很有趣的心情 又好看 对 又好看 主要是又好看 因为我觉得影像 就是说 不管你要传递什么样子的 背后的讯息 的确 你若是不好看的话 真的是 真的就没有 谁也不了解你 你要干嘛 尤其是 基本 基本 就是他第一关 对 尤其是放在线上 我们更希望 他真的就是很容易 轻松 然后看得下去 对 你会受到吸引 一直想要看 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 这才是最重要 不然你不在 你不在现场嘛 所以你线上 随时就可以把影片关掉了 对 对 所以这个可看性 更是我们选择的 第一个标准 而且我觉得很好的是 因为他的这个 影片来自于世界各地 所以其实呢 爸爸妈妈跟的 小朋友呢 也可以一起 就是去了解 原来那样子的文化的 就是 参赛者 或是影片 他们竟然是用 那样子的手法 跟角度 对 拍出 就是跟你的文化教养 所看到的 可能不一样 这很有意思 对对对 所以多元文化 是我们影展 非常大的一个特色 我们影展 还有一个最大的特色 因为它是儿童影展 大家可以顾名思义 我们影展选片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就是他一定要 从孩子的观点来出发 没错 对 大家可以想 不是说影片中 有孩子出现 他就是儿童影片 不是 不是 是对 他一定能够表达 孩子的心情 孩子的想法 孩子碰到了一些状况 跟问题 然后他们怎么样 利用周遭的环境 或是一些资源 去解决 或面对这些状况 是 对 所以这是一个 大家可以在这些影片当中 都可以找到不同的脉络 去看到孩子的观点 那孩子 就是儿童观众 也可以在片中 找到他的认同 然后找到 跟他生活 切身相关的一些 影片也好 故事也好 对 那就是 我觉得是这个影展 相当可贵的一个地方 也是很值得 大家去留意的一个部分 那爸爸妈妈 或者是不管 就像刚 主持人讲的 不管你是什么 年龄层的观众 你都可以透过这些故事 去了解 儿童的观点 现在的孩子 在想些什么 然后你怎么样 去跟他们沟通 或者有一些 你没有留意到 你平常没有想到 他们会这样想的一些状况 你怎么样去留意到 孩子可能会有的一些想法 OK 对 比如说我们有一部片 叫跳高过不过 是 就是 来自韩国 来自韩国 对 一个女孩 它是一个短片 23分钟而已 非常有趣 然后他就是跳高 他明明就是跳过了 但是老师呢 因为你知道跳高 这一瞬之间 评审的那个 不见得那么精准 老师觉得 他明明就碰到了杆子 哇 不算过 天哪 对 这多大的打击啊 怎么办 对 然后他觉得被老师冤枉 但是他又百口莫辩 因为 因为这种事情 你又 对 所以孩子面对这个问题 碰到这种状况 那怎么办呢 片中有非常非常多 有趣精彩的辩证 很有意思 对 非常真实的反映了 这个孩子的心情 然后包括老师 就是老师不见得 都是对的 大人不见得 都是对的 大人也会有看错的时候 但如果大人看错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跟大人沟通呢 对 这里就有很多很多 有趣的故事出现 对 我看到其实他们这次的 很多的这个 就是来自于 世界各地的一些的片单 这还蛮有意思 比方说有一部呢 是这个 丹麦的片子 剧情长片就是了 叫小魔术师的初恋 九十二分钟长 讲的是一个十一岁的 热爱生活的小布 然后呢 因为要照顾这个 薄角的妹妹 然后呢 所以他很会逗父母开心 然后就开始有一些的状况 然后他自己呢 怎么样来用这个 魔法跟爱 来面对他可能也会遇到的烦恼 这个是丹麦的片子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 法国的动画短片 片长只有三十分钟 叫魔法奇迹 就是呢 到爱一家度假的一个小女孩 遇见了一个有魔法的森林男孩 她呢 要试图阻止传说中 会偷走头发的黑暗精灵 我觉得这主题就蛮有意思的 对不对 大家有没有看到 然后不是 你知道我的画面是想到说 你们这些已经秃头的中年男子 应该会很像 哎呀我怎么这样笑人家 然后他最后呢 成功救回村里面女生们 各种拉丁血统的自然卷法 这太妙了 所以这个蛮有意思的 五花八门的文化语素 对对对 它就是什么样子的题材 然后他们用他们的这个幽默 还有他们的文化去拍 我觉得很有意思 还有比方说还有德国宇宙拍档 那这个呢是一个就是关怀的一个题目 包括这个朋友 他就是小朋友 他的朋友是一个唐氏症患者 那所以当然呢 因为是唐氏症患者 好像你是他的朋友 你永远就要去迁就他 可是你自己是不是也有你的情绪 而且所有人都就把压力都压在你身上 然后你知道吗 你本来是好意 对你可以想象一个情况 但你后来变成所有人都在 你知道把那个压力 所以你要怎么样去经过这个 所以这个叫宇宙拍档蛮有意思的 德国的剧情短片 哇好多 所以请大家真的 OK你们要就是把握 3月14到4月18 但请你们现在就赶快 注册公事plus OK这个影音平台 那当然你就follow他们一切的 这个里面的介绍跟内容 然后呢你就可以开始规划 我们呢要先从哪部开始看 然后我们呢什么时候 怎样怎样怎样 这一定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影展 所以呢欢迎大家当然呢 也持续的上这个公事的网站 持续的follow他们 然后呢不定期呢会有一些活动来告诉大家 没错没错 谢谢经理 谢谢你